前首相纳吉和其他五个人 包括两名前部长 一名前副部长 一名纳吉的前特别官员 以及一名国会议员 预料将会在近期内 因为多宗发展计划烂权案 被提控上庭 根据每日新闻的报道 两名前部长和该名前特别官员 可能在这个星期面控 那其他的人还在接受调查 而调查官也已经向所有人录取口供 消息透露 涉及纳吉前部长和前特别官员的案件 是有关总值12亿5000万令吉的 沙拉越内陆学校 安装太阳能板一案 这一起案件在2017年1月 遭沙拉越报告揭发 纳吉被指下令教育部 将项目合约 颁给明都鲁一家汽车租赁公司 反贪会已经在10月就此案 传召时任教育部部长的 拿督斯里马哈兹尔卡利 路供5个小时 该会也在今年9月7号 逮捕和严扣纳吉的前特别助理 注查 至于涉及一名前部长的案件 相信涉及吉隆坡市政局土地买卖案 根据早前报道 联邦直辖区部特别小组揭露 吉隆坡64段土地 共涉及97项交易 和共675.27亩的地段交易额 高达56亿3000万令吉 维吉隆坡市政局仅取得交易总额的 66.6% 也就是37亿令吉 联邦直辖区部前部长 拿督斯里东姑安南 在上个月坦诚 已经针对此案接受反贪会 传造超过12次 东姑安南也解释 2013年接管部长职时 已经将土地买卖交易交还给首相所 因此与此案毫无关联 至于涉及前副部长的案件 则与国家电源发展局FINAS 高达2500万令吉拨款 遭滥用仪式有关 涉及国会议员的案件 则是有关政府计划用金 这些计划包括西海岸大道 卫生部添购救护车 及半导改善道路计划 该民国会议员 也是某政府机构的前主席 NTV7综合报道 NTV7综合报道